各位聽眾觀眾 早晨 星期五的早上 開始今天的天氣年代 首先要講講天氣情況 今早上繼續冷 寒冷天氣警告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都正在生效 現在11度 相對濕度67% 天氣預測是天情乾燥 早上天氣寒冷 日間最高氣溫達到18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展望週末期間天情乾燥 日夜溫差較大 下星期初氣溫和濕度會逐漸回升 今天首先關注國歌法 大家都知道國歌法之前在內地通過了 香港這邊有消息傳出 最快下星期會就國歌法本地立法時宜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有些消息人士有些政府的風都漏出來 就說法例應該是主要針對公開貶選國歌的行為 要負上刑責 但是政府也在研究一件事 是否要將國歌法在內地的版本 提到要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香港這部份應該怎麼做呢 是否應該強制立入中小學教育呢 這裡都說要聽聽大家的意見 傳這封出來說未有定案 既然聽聽大家的意見 今天我們請兩位嘉賓又聽聽教育界的意見 兩位嘉賓直播室這裡 分別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早晨 早晨 另外還有獅子會中學校長 也是津貼中學議會的執委林日豐校長 早晨 早晨 內地國歌法不如說說那個版本的寫法是怎樣 大家都關注了 因為那個是一個根本來的 內地國歌法其中一條 第十一條 他是這樣寫的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 組織學生學唱國歌 教育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這個就是內地的版本 我們香港要做應該有幾大程度和這個一樣呢 你們要怎樣看呢 怎樣做呢 在教育這部份 實際上香港的中小學現在都在教國歌 這個是相當普遍的情況 一國兩制底下的框架 我們教國歌也是一個很合適的做法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 是否需要用法律的形式來作出規定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看看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香港的制度 我們有關學校的課程教什麼呢 通常我們用一個課程的指引 由教育局去公佈 課程發展議會去研究等等 所以這個形式就是香港的做法 我們很少說用法律的形式 告訴我們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我們要看回 既然是本地立法 我覺得也要看回本地立法的原則 或者我們的習慣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也傾向不需要用這個立法的形式去做 只需要用教育局的課程指引 就是用現在我們一直 一貫用的方法 你也做就已經夠了 OK 不需要在法律上 特別加一條條文下去 用現行的已經可以了 課程指引裡面也有觸及這些範疇 林一方校長又怎麼樣 我也是同意的 因為回歸了20年的時間 其實在自回歸後 學校中小學 甚至現在幼稚園 我出席很多的幼稚園 或者小學或者中學的一些禮智性活動 都看到尤其是幼稚園 奏唱歌的時候 他們的參與 小學生都是很著弱的 所以這個文化和氛圍 其實是日趨成熟的 而在教導上面 我們都會看到小學的 都會在音樂堂 或者他們常識科 正正剛才說的第11條裡面 它的內容、奏唱、禮節上面 老師都是適力以赴 做好我們的工作崗位 在教導他們 而中學呢 因為過去在初期的時候 其實學校的參與 那個闊度或者深度都有各有差異 所以中學很多都在中一的時候 都會透過這個音樂堂 或者是中國歷史科 或者在一些人民學科上面 都會去講解歌詞、內容、背景都有的 因為等同學在中學的階段 起步點一致一點 也是漸趨成熟的 當然因為香港的教學 或者香港的學校 辦學的文化都是多元化的 這也是香港的一個特性 也不似於歐美 很多的學校都是公營的學校 所以大家參與到會不會都有不同的節奏 或者是一些頻率呢 我們可以翻看現時的情況 我也認同很多教育界都同一個看法 我們現在是不是都可以用指引上面 可以去履行我們現在教育上的工作 但是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再完善呢 我覺得是有的 我們也不妨可以做好些 至於立法例上 我相信就要在公眾人士和政府 究竟為什麼在教育的層面需要立法呢 如果這個立法的理據論點 得到公眾的討論 或者在立法會有一些辯論下 也都是有這樣的需要的情況下 我想要說服到我們 也要做得到 林孝春形容就是 現在國歌的教育都看到日趨成熟的 看到幼稚園中小學都在做的 但是另一邊雙有人觀察 就是香港整體的社會 對國歌的態度是怎樣呢 又未必可能覺得日趨成熟 譬如看到一些重要的足球賽事 看到有人哭國歌 叫極都不停 就是竹總不斷呼籲你不要哭 繼續哭 這個整體 如果整體整個香港的環境 大家看待國歌的情況是怎樣 需要加一些力度去宣揚國歌呢 另外怎樣看呢 這就不是純粹學校的情況 去到社會上 大家怎樣看國歌這件事 那個社會存在的矛盾 就未必能夠由學校去解決得到 學校可以改變這些風氣的根本來的 可以在那裡做 這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在社會上 我想我們現在客觀上看到 是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也有一些人 有一些情緒上的宣洩 覺得對國歌或者對某些問題 他們有一個強烈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是要想辦法去一方面疏導 現在的立法可能也希望 能夠針對這些問題來作出一些解決 但是如果我們看國歌 那裡頭的一個重要精神 其實就是你所謂尊重 大家有歌歌的時候 大家有某種的禮儀 這種禮儀其實都要有心發的 所以其實是要令到大家 感覺到這件事 就是 在國歌的時候 大家要重心去尊重 如果你說純粹靠法律 當然我們可以 所以現在全國性的法律 第十五條 它是可以有些法則的 譬如說 如果是故意揣改這個 曲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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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侮辱 這些是可以進行一些有罰則的方法 但是我相信我們並不是想要這樣做 這個結果其實並不是好 這個問題其實要兩方面看 一方面就是怎樣整體社會環境可以得到矛盾 可以抒解到 第二方面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虛國歌的市民 其實也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一國兩制 我們希望兩制可以得到實施 我們這一制可以得到尊重 另一方面其實 如果我們對於一國那裏 有一個這樣的處理方式的話 可能會令北京更加 覺得有需要收緊 這個是不是大家想要做到的呢 在一國兩制當中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的話 可能兩者我們都需要兼顧 所以市民方面我覺得有一個角色 另一方面 就是北京可能也想想 現在目前存在的矛盾 除了用國歌法這種方式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解決到呢 比如說 是不是有些的措施 對香港的一些做法 是應該用更加寬容的方式 令到香港這一制 其實是可以 我們的一些核心價值 是能夠充分地落實得到的 我想其實大家追求什麼呢 我們希望社會進步 我們越來越民主 我們的自由得到保障 在這些核心價值得到滿足的情況下 我覺得整個社會也可以和諧一點 林校長現在的氛圍是怎樣 你說教育的氛圍都做得很好 那麼社會的氛圍又如何呢 是不是需要教育到入手呢 回到你的問題 我想教育一定是有基礎 我相信我們一直都看到 我們作為老師沒有教學生去學國 這個我相信不是在學校裡面發生 亦都是要教學生禮節尊重這些是必然的事 但是一些年輕人踏足社會 或者在社會上有一些氛圍 令到他們在體的事物改變了 那麼這個是不幸的 那麼我們希望這些情況 可以由那個治律上面 得以去解決 那麼我覺得呢 其實歌歌是代表著 我們所有中國人的一個歌曲來的嘛 那麼如果有什麼不滿也好 或者對有什麼不理想也好 其實我們也有時候 都要有一個理性去表達 那麼這個是我們也要教學生這件事 譬如你近期的 在美國都有類似的事件 可能有一些美國的市民 對現任的總統 或者一些情緒上不滿 但是這個我想普遍上 美國的國民是不接納的 因為那個國歌是代表 整個國民擁有的東西 如果你對某一些不滿的情況 但是你向整個國民去展現這個不滿 那麼這個大家都在社會上 可能不是一致認同的 那麼所以我想從教學上面 我們都是希望任何年輕人也好 我們各個香港的市民 或者大眾的市民也好 是應該自論的 這個是大家應該去看的這個問題 各位聽眾可以打來發表意見 17231、17231 講到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有傳 最快下個星期就會開始 香港這邊都要開始談的了 你怎麼看呢 國歌法本地立法應該怎麼做呢 打來講一下 17231、17231 今天想集中一點講一下 其中一條就是 內地的國歌法國家的版本 就說國歌要納入中小學教育 香港要不應該將這條 加入香港本地立法裡面 如果要怎樣做呢 187231 打來講一下你的看法 只不過是繼續有 林日豐校長和葉建源 剛才兩位都講到 不傾向將要用一些 硬性的立法條文 去到規管一定要教的 現在學校都有教的 其實現在不是每間學校 都有教國歌的內容 現在現行的指引 對學校的約束力 是有多大的呢 是某些學校自發 會有些行動 還是有些學校 可能方程上 完全沒有觸及國歌的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所認識的 我都看到一堆柔教 但是你說課程的指引 約束的範圍 其實基本上 那個課程的指引 就約束了所有學校 所以教育局 完全可以根據指引 去了解學校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覺得學校有什麼 做得不夠 某些地方做得不好 其實它是可以去介入 去了解 甚至乎是督促 如果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的話 教育局作為一個批准學校 去辦理 批資助的一個機構 其實它的權力很大 但現行有沒有說 要什麼時候開始教 指引是去到哪幾個細節 現在我相信又不是很細節 因為其實定了一個要求之後 學校其實也都可以有一個空間 自己去計劃 怎樣去做 以及那個教法是怎樣 我覺得教育局要做的就是定 我們要做什麼 但是具體的做法 譬如說你到時候 教的內容是怎樣 這些學校老師可以發揮 還有老師也會根據指引去發展出來的教材 課本等等 來作為我們這個教學的方向 所以其實指引其實是 那個行政的作用 其實是相當強的 我知道林日豐校長那間中學本身 都有做這些經驗 不過我想稍後再跟你仔細談 因為我想電話旁邊聽到嘉賓的意見 好 我們直播室繼續有葉建源和林日豐校長 現在電話旁邊請到嘉賓 請兩位嘉賓帶起意圖 直播室嘉賓 我們的嘉賓就是 曾經任課程發展議會成員的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裏季祥中學校長鄧振強 在電話旁邊 早晨 鄧校長 早晨 葉先生 早晨 你好 另外葉建源和林日豐都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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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到現在現行教育局的課程指引 對郭哥的要求是怎樣 你都做過課程發展議會的成員 據你了解是怎樣 現在有沒有規定何時教 怎樣教 其實在2017年的小學常識科的課程指引 就已經在第一個學習階段 就是小1至小3階段 是有教國歌國旗的要求 不過這個課程指引是從2017年開始更新 所以可能學校需要六臣都需要一些時間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如果你看回教育局最新的網頁 是有認識國旗、國歌和區旗的文字指引 已經上網了 在國歌的簡介裡 是要包括了 如果在知識來說 是會教幾樣東西 第一是講國歌的由來 跟著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 還有是一個樂曲的特點 這三樣東西 這些已經在網上是一些公開的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 他有沒有說給哪一個層級的學生 剛才你說的 譬如那個歌詞 由來那些會不會是高級 即是高班一些學生 還是怎樣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的 因為如果我們講過程 我們就要講距離 講一些進階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小學常識科 就已經在第一個學習階段 甚至少一叫小三 將來會教國歌的 我想如果要教國歌的話 如果從知識技能 態度三的角度來講 知識很可能 都是一定要講回國歌的歷史由來 歌詞和樂曲的特點 或者是國歌所代表的精神 而技能必然是要教學生唱國歌 而態度就是要在唱國歌的時候 要遵守一定的禮儀等等 所以其實如果從過程的角度來講 這件事很可能在第一個學習階段 即是小一至小三 全香港的學生 將來都已經完成了這個教育的過程 這個我只是在正規過程來講 所以如果可能去上到高小 即是第二個學習階段 或者是初中第三學習階段的時候 學校可能要做的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重溫的動作 在正規過程來講 而日常學校可能在非正規的過程 在重要的典禮 或者是指定的日子那裡 升國旗就唱國歌 我想問一下 2017年小一至小三常識科裡面 都有提到要教國歌 這個行義是怎樣 是不是全港在2017年之後 小一和小三都要教 其實是放在國民身份認同的範疇之下 那就是說我們不會 因為其實如果你會看回 如果我們說要教國歌的話 實際上需要花時間去教的時間 是不會太多的 因為你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三十堂或者六十堂的課程 在一般的學校來說 很可能教國歌的由來 或者是教 可能教國歌的由來 如果你看回教育局 那個上網的指引 國歌的由來是只有八百次元到 整段文字八百次元到 如果你要宣講的話 很可能在五分鐘已經講完 所以如果說 我們要將國歌的教育 變成一個課程 然後將它無限擴大 我想就未必常教育 才會在課程上的看法 我想回到現在 即是2017年開始 小一至小三的常識科 都一定要觸及剛才講國歌的內容 還是這個指引是一個建議給學校 可能老師按著學生不同的情況 可以教可以不教 還是強制性要教 指引是什麼意思 如果國歌作為一個公營的學校 是有責任要執行 過程法治理會所通過的過程指引 明白 所以這個是在正常的情況下 都是比較的 好 回到國歌法這裡 如果要做本地立法的話 你覺得用不需要法律層面去跟進 還是用這些 好像現場兩位嘉賓所講 用這些指引也足夠 我想其實在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說國歌法在全國的法律 雖然打劑附件三要在香港執行 但是也要透過本地立法 如果要透過本地立法 在一國兩制的想法之下 我們是未必需要照抄所有條文的 例如在內地的國旗法的條文 都不是在香港本地立法的時候 是全部照抄的 所以在國歌這個層面 是不是不需要將教育這部分 要將 剛才說到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這部分 不必要照抄 你說的是國歌法的第11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那裡 而它的前提起點 就是中小學應當將國歌 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 九號 組織學生學唱國歌 教育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在下 順號 三 然後是遵守國歌奏唱的禮儀 如果我們在本地立法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法律都是要力求精準 例如愛國主義教育這個名詞 在香港的法例上可能是未出現過的 所以就主要透過本地立法的時候 希望學校組織學生學唱國歌 教育學生了解歷史 知識技能等等 都要在本地立法那裡 因應香港的情況作為修正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香港政府應該要有智慧去處理本地立法的質疑 最後想問一條問題 就是現在的課程指引裡面 是不是足夠呢 有關國的部分 要不要再加碼說清楚 中學階段又去到什麼等等 你這個在課程的理念來講 就是講一個所謂進階progressive概念 但是於是我們要去想 就是回到一些課程的基本問題 是否要將國歌法 是變成一個 一個 都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的課程 因為如果你要把它變成課程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思考一些問題 例如目標是怎樣 內容是什麼 用什麼學習的活動 教師的角色 有什麼材料 或者是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 教用多少時間 如果你要放進去過程 最後呢 有一個要求就是 評估 明白嗎 如果放進去過程的角度 應該跟隨一個所謂過程的理論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需要 評估學生每個人 唱國歌的技能水平去到哪裡呢 然後給他一個規矩呢 所以如果放進去過程那裡 其實就是要有過程學理的要求 那可能就將一件平常的事 是化成一件複雜的事 嗯 所以問到他課程指引裡面 有沒有說 建議學校要做什麼活動 譬如要多久就唱一次國歌 這些有沒有類似 沒有特別在國歌這個環節那裡做 因為他只是提出了 這個是需要學習和認識的 而在小學課程指引那裡 他會說整個常識科的一般的教法 可以是怎麼樣的 就不會特別 某一個的小課題 然後是製成熟特的教學方法 或者是熟特的啟印 嗯 OK 好 多謝鄧校長的解釋 先跟你聊了 多謝你的解釋 謝謝鄧校長就是鄧振強 他是做過課程發展議會成員的 他就是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羅桂祥中學的校長來的 電話87231 17231 講到國歌法本地立法 有傳下個星期就開始來了 有關教育這部分 內地的版本 有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香港應該怎麼做呢 不妨打來講一下你的看法 172311 之後會有嘉賓 林日豐和葉建源 我們一會兒再談 有傳國歌法本地立法 最快下個星期就開始了 今早就聊一聊這個話題 剛才很針對著一點 就是國歌法裏面 國家的國歌法裏面提過 國歌要立入中小學教育 香港做的話應該怎麼做呢 帶來講一下你看法 172311 直播室還有兩位嘉賓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還有獅子會中學校長 津貼中學議會 執委林日豐 剛才兩位都提到 似乎傾向未必需要 在法律層面處理 用學校裏面 教育局給的課程指引 去到規管學校 怎樣教國歌 可能都已經足夠了 我知道獅子會中學 其實過一段時間 都有做國旗、國歌等等的教育 你們都算做得 相對算不算多 在教育界來講 我都不知道 尤其是大家都多 我們是沒有去比較的 我們就是這樣說 我們就希望 正如剛才鄧校長說 第一就是技能 第二禮儀 你都要給他學了之後 一個機會去演繹 那個態度 要一個訓練的 我們都定在每週的週一 可以集隊的時候 我們都會升國旗 奏唱奏國歌 我們如果隨後的話 我們就在禮堂 會有周會 我們會在禮堂 再唱國歌 唱完國歌 我們就要唱校歌 進行我們的周會 我們都希望讓我們的年輕人的同學 慢慢在一個學習的過程當中去成長 以致到他出來社會 很多公開場合 例子上是應該怎麼處理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教育的本意 其實我都知道在加拿大 有很多公認的學校 其實他們每天都是奏起國歌 即是上課之前 在很多的走廊 在他們的地府 很多同學都在開著儲物櫃 諸如此類 在聊天 在聊天 在閒談當中 一聽起國歌奏戲 其實大家都竟然屬立 也有大帽子 直到國歌結束之後 大家回復正常 又繼續聊天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國民教育 也是一個 讓他明白在國歌的儀式下 他應該尊重禮節在哪裡 可以分享多一點你們的經驗 想聽多一點 剛才說星期一會升 學生會負責哪幾個部份 是不是升的部份 都是學生做的 是 我們有學生做星期禮 就唱的國歌是播版本還是怎樣 還是會有些學校樂團 有些場合都會自己演奏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公民 或者作為一個教育的前線 我也是跟同事一起學的 學完之後 在禮堂如果是唱國歌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每一班 兩位的一班主任 連同是三位的同學 至四位同學 他們會帶領 即是輪流的 我們二十四個班 每人都有一次 帶領唱國歌 如果在操場集隊 我們會有幾位同學 也都學了一些簡單 升旗的儀式 一些禮節 負責他們會升旗 在操場的時候 就奏國歌升旗 變成我們的行上做法就是這樣 做了這麼多年來 效果如何呢 我覺得 我相信同學慢慢都是 在這方面是習慣的 但是也這麼說 唱國歌也好 等於唱歌 以我自己五音不全為例的話 我也不會唱得很完整 我們都尊重的 最重要是他們第一 正如大家剛才說 譬如葉劉員說 最重要是心存 我們要尊重 我們的節奏要符合 唱起的時候 或者聲浪的 大家各有些差異 是不出奇的 這些日常都會發生的 這部分就是在唱方面 以及聽國歌的時候的禮儀 做得很足 但剛才譬如聽另一位校長 鄧振強校長所說 其實在課程指引 都有說到 教育的網頁 說到要學國歌的歷史 歌詞的內容 那些 你們有沒有做到這部分 有 我們在中一的時候已經做了 因為我們過去很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大家都未必在小學有這個習慣 所以我們都在中一的時候 讓不同的學校來到師志會中學之後 大家就會比較同一些 變成我們就再全面教多一次 也讓他們明白歌詞裡面 曲等等 他們都在音樂堂 都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的 用什麼形式的呢 是上課的時候教 還是找一些組會 上課的時候 那這個需要考試嗎 我不用的 那時候也不是一個 鄧校長覺得好 如果你是一個指定式的課程 那就考評這個一定是有一個過程 但是現在我們都說的是 基本法是教育 這個教育上面 學校可以借用什麼呢 是頒獎課節 或者是一些組會的課節 州會的時段 或者是一些活動上面 都是足夠和符合我們的指引上的要求 嗯 我想問一下葉建源 課程指引那裡 如果將來真的向這個方向發展的話 要不需要執一執現在的課程指引呢 我相信課程指引 就由課程發展議會去 不同的專家和前線教師一起去制定 他們都會考慮各方面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執行 他們都會重新再去考慮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應該都是行之有效的 是OK的 所以我又暫時看不到 是有一個執行的需要 但會不會有些學校都回到問題了 他的確是沒有教過國歌 會不會有 就是用現在這套指引的話 我不能排除說有學校是沒有的 那這個現象大家能接受嗎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一些很全面的調查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就我們所接觸到的 我也看到都有教 如果你說有一些個別學校 他沒有教的 也就是說沒有執行指引的話 教育局也可以 可以他們去了解 他們可以去督促 他們可以就著 如果是學校 有一些嚴重的違反 甚至乎是一些 行政上的一些處理方法 所以我相信 教育局是有足夠的權力 來執行這個指引 剛才聽鄧校長所說的 他就提到2017年之後 有一至少三的常識科 就加了國歌的內容 聽起來似乎中學那些 有沒有聽過提及有 會不會中學根本沒有指引 就是講國歌的 會不會的 其實就是 據我所知 除了常識科的指引之外 在整體的指引 其實都有國歌的內容 詳細我就不太記得了 但是就是有這方面的規定 所以整體而言都會有 中學那裡 林校長可能會了解多一點 我覺得現在 在教學上面 就是小學那裡 可以確保 中學那裡 我印象之中 都是有這方面的規定 但是實際我就不太記得了 林校長你掌握怎麼樣 其實沒有很完整地 中學的國歌國旗等等 做業業多少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掌握到 在這十年多又多 其實小學都做了很多功夫 基本上他來到 其實我們初步的理解 他們已經掌握到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 把太多的時間 在這方面放進去裡面 反而更多些 譬如我們在2017年的新的指引 包括憲法與基本法 這些關係 這些比較新 也是一個比較知識為本 所以我們的時間在這方面 就會多些 至於國旗 國歌的知識 認知 裡面的內容背景 或者我們怎樣去演繹 等等 或者參與 其實我們看到小學已經很周全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的時間 再去強調這一點 因為我看信報 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所說 今次立法其中一個要考慮 最重要是回應中央要讓學生 認識國歌的要求 也要做些事情 如果有些學校最終沒有教國歌 可能就滿足不了這一點 所以會不會說要加這些元素 如果加的話怎樣加呢 另外如果加到課程裡面 如果出現的問題 就問考試如果有考這些 例如國歌歌詞的意義 由來等等 兩位又覺得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說 在目前的制度上 我覺得已經可以確保到 只要執行做得足就可以了 你說在考核上 如果在譬如小學 我們隨堂的一些測驗 或者一些階段性的考試 校內考試 其實做都沒有什麼所謂 去到譬如說 一些公開考試等等 就看考試的內容 在課程內容會不會 其實我們看回內地 其實都不會特別在高考裡頭 要考這些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未必是要 有一個這樣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就要過度反應 我想我們應該要恰如其分 尊重教育的規律 尊重整個我們日常的運作 林考長怎麼看呢? 我覺得沒什麼需要 沒什麼需要考 沒什麼需要考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它成為一個生活上 一個的習慣 這些禮節上的習慣 我們作為中國人 我們對國家的國歌上 我們懂得去演繹 這個也是應該的 你看到譬如美國 任何國家的國民 都應該對自己的國歌 是應該掌握得到 也是禮節上做得到的 這個我想我們教育上的意義 是達到目的 但是至於一些考慮 我跟葉建源的看法一樣 國家都未必有這類措施 你說正如我剛才也有說過 學校可能在參與度的多寡上面 是有一些落差上是不奇怪的 但是我想我們就不是以多、少為一個標準 最重要是教育的效能 以及能否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 那就是同學 就算在那時候禮節、態度 也都能夠懂得去演繹 等等做得到的話 其實都應該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 我們電話17231 現在國歌法就說 最快下個星期就做本地立法 剛才討論了一點 國歌法教育的時候 香港應該怎樣做呢 現在有課程指引 也有規管一些 少一次少三常識科有的 那需要不需要拉闊一點呢 如果要考核的話 大家又怎樣看呢 不妨打來講一下 你看一下 172311 17231 另外也有一個實行上來的問題 有人說到香港也有不少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將來怎樣處理呢 這些兩位有沒有什麼見解呢 國際學校如果從定義來說 他是銜接去其他的課程 譬如說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僑民的學校 譬如說你假設是瑞士的僑民來到香港 於是他讀一個跟瑞士的課程 銜接回他 在香港讀完一段時間之後 他可以回去繼續讀瑞士的學校 考瑞士的相關的考試 所以國際學校如果針對很多僑民的話 外國的僑民 似乎你必須要教中國國歌 就未必完全很適合 但是香港的國際學校特別的地方 其實香港的國際學校收了很多本地的市民 這裏變成了一些複雜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求本地的市民讀的時候 唱國歌 連帶外國的僑民也要讀呢 所以其實在一般世界上 國際學校都會和當地的一些 這類教育是豁免了的 有例外的處理 我相信在香港 我們都需要留意 我們國際學校主要是看外國僑民教育的需要 林校長怎麼看呢? 這個很微妙很複雜 不過我個人看 如果我們以一個多元的社會 和包容的社會 一般的國際學校都會有本身自己的國家的背景 所以我覺得我們首先要尊重他在香港的辦學 也有他自己的國家歷史背景在裏面 但是與此同時 真的他們的學生是來自全球的 他應該有一個國際視野 而且他的位置也是香港 那可不可以做到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第一就是尊重他自己的國家在香港辦學 他應該是對自己的國家在一些禮節上 就算進入了這間學校的所有人都應該要尊重 但是既然他在香港 就是一個中國的地方 是不是也有一個禮節上 都要教導到學生 對中國的認識 甚至乎在演繹上 禮節上都可以做得到呢? 我覺得也可以讓大家去討論一下 我最近去過一間國際學校的一個典禮 那間學校跟加拿大的聯繫比較強 他們的典禮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兩個國家的國歌 就是中國的國歌和加拿大的國歌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的處理方式 如果我是一個外國的學生 你未必要他懂得唱 他未必懂得懂中文 未必懂得普通話 但是可能都應該學會 就是就不同國家的國歌的時候 都應該有的禮異等等 這些我相信都是共通的 但是如果用課程指引去到規管 剛才在想這個方向 要回應國家的國歌法的時候 課程指引現在是否涵蓋這些學校? 不涵蓋的 因為課程指引我們是所謂本地課程 國際學校是讀外國的課程 所以並不涵蓋國際學校 那這部分就做不到 用指引這類學校 用指引的方式 所以可能是用大家的一些 另外一些 譬如說教育界的一些共識 我們其實教育界也有 某些大家共同的東西 譬如說對於不同國家的哥哥 我們尊重的禮儀等等 這些我相信是共通的 香港的學校 譬如小學中學有私校 直資 官立學校 現在指引那些涵蓋得多闊 會有多少所謂 剛才國際學校的一個例子 還有沒有這類例子 是教育局管不了的 如果是私校等等 都應該是實施本地的課程 所以這些課程指引 應該也涵蓋本地的私立學校 所以唯一流氓之餘就是國際學校 那是 應該是 好了 聽聽聽聽聽眾怎麼看 先講到教育問題 國歌法怎麼教 大家打來講一下 17231 請兩位嘉賓帶起議統先 我們聽聽聽聽聽聽又怎麼看這些事情 有鄭先生打上來的 早安 鄭先生 你好 早晨提 我很贊成《國歌法》盡快立法 因為我們在教育方面 我相信都不難 其實在學校奏《國歌》 或者學習他的傳統 明白他的意思 其實我相信這些 好像我們以前讀書有《校歌》一樣 一唱《校歌》 或者現在《國歌》之類 其實每個學生都會縮立 用一種比較尊重的態度 我覺得盡早成立《國歌法》有個好處 其實對一般市民來說 一些障礙都沒有 只會是說我們近年最多 因為《國歌法》受到爭議 就是一些球賽 有些人不尊重 變成一些舉辦單位很尷尬 又要遭受到罰本 當這些球迷知道要負上刑責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都不會再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都無謂做這些事情 自己無端端就犯了法 其實只要我們香港 參照國內的規定 以及不可以做一些商業用途 或者修改歌詞 抵毀那些事情 我相信執行不難 也都對一般市民 都不會很令到市民很煩惱 還有你主要說 一些範圍 例如《國歌法》 都是一些國際會議 或者一些國際球賽 才會用到的 你修改範圍在球賽之內 那你就一定要進手 球場之外 一個圍場之外 市民經過 我相信這些人未必需要 如果這些方面 定得清楚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市民 一般都是歡迎他們立法 好的 多謝鄭先生 說到支持國際法立法 聽到聽眾 還有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早晨 葉建源 葉建源 你好 早晨 還有林一封校長 葉建源議員 早晨 剛剛聽到剛才那位觀眾 其實我打來無讀有偶 都是港軍 我讀小學 讀過聖工會的學校 讀過佛教的學校 當時我們小學 組會的時候 都會唱聖詩 都會唱佛經 去歌頌佛祖 我們那時候的年代 覺得這是一種尊重 我們初初進去說 我不懂 我都是站在那裡 縮立 唱得幾唱 我們自己都會投入 其實這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教育的一部分 一個國家 好像你說現在歐美國家 不同的國家 有國歌的 你不同的政權 他都是有國歌的 你這個 要搞到要立法 其實很悲哀 回歸了二十年 應祖歸宗 香港人 對國家有個觀念 尤其是新一代 有沒有呢 我們做教育的 思考一下 為什麼香港會 被割讓給另一個國家 這些教育 是不是應該我們要 讓我們下一代知道 好多謝 張先生 都講到 從宗教的例子 講到 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這點大家都會同意的 這個 剩下幾分鐘就想問一個問題 近來很熱門的 就是預算案裡面提 民憑市的豁免考試費 現在有個說法 最新的報導 現在內地考生很輕來香港 報民憑市 擔任免費的時候 更多民憑市 內地人欠民憑市 更混亂 這局面 兩位有沒有聽過這個形勢 我做了一些功夫 其實內地的學生 來香港考試 第一 我們就見不到 在報考那裡 有一個跡象 就說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這個是見不到的 第二 就是在制度上 如果他們是來香港 要報考民憑市 其實有困難 相當之大 第一 他可能用學校考生的名義 來報考 但是他就要讀香港的學校 第一 我想大部分的考生 都不會來香港讀書 第二 如果他用自修生的名義 來報的話 文科的課程相差很遠 他要讀一個完全不同的課程 他用自修生的名義 即是說他自己要去讀 難度大 如果他是理科的話 其實有很多網民說 他的理科是容易報的 但實際上不是的 因為理科的科目 例如物理、生物、化學 就會牽涉到實驗的元素 在香港我們的規定 如果他要用自修生的名義 報考這些科目 他之前應該參加過同類型的考試 同類型的考試 意思是說 也有實驗的元素 內地的高考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他來報的話 會不獲批准 所以文科的內容相差很遠 理科實驗是一個關卡 所以其實他來報的話 難度是相當之大 所以我覺得現在 網上的說法應該不是很難看 這個網上的說法 看不到有很大的有因 其實如果要來香港讀書 或者去外地讀書 現在根本很多內地學生 已經循著其他渠道做 他不需要走這條這麼難的路 又出問林聶峰校長 作為中國校長 怎麼看預算案的建議 學生是否高興 聽到明年免民憑示費 我相信當初那個原意是好的 但是帶來後面很多的討論 令到在今年的中五 即是明年應屆的中六的同學 是獲得很多的不明論的因素 我希望政府盡快 或者考評局 盡快將這些落實的政策上 是具體一些 也都讓這屆中五的同學 是安心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都擔心一點 你都擔心一點 擔心一點 我看到同學都說 走過來學校長 這樣怎麼搞 所以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我相信在我們的資源有盈餘之下 其實用得其所是合理的 不過一定要對焦 而且也不要把它帶成同學 所帶來的面對不明朗的因素 早兩天我一個場合 看到幾百個中五的學生 我問這個問題 因為所有人全部都不贊成現在的這個做法 所以希望當局都真的思考一下 不過政府就說是思考的 看看最新的往後的公佈會是怎樣 主要多謝兩位嘉賓 包括有教育界立法會員葉建源 還有詩子會中學校長 也是津貼中學議會的執委林日豐校長 多謝兩位 謝謝大家